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未能拿下开封城 在长期为困难中 开封城内已经是恶嫖边野 最终 明朝皇室成员和河南的官员们 扒开了黄河大堤 必用滚滚黄河水对付农民军 结果 黄河水淹没了整个开封城 也彻底断绝了开封地位的未来发展 那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 开封是北方地区一个水网密布的城市 早在隋唐时期 中原王朝就已经打造了著名的大云河 当时 江南地区的粮食通过大云河运往开封 然后再转运到洛阳河长安 开封地区的水路运输很发达 是北方的水路运输中转战 在宋朝历史上进一步巩固了开封的水网运输地位 当时 开封被称为四水绕城 因为开封的周围有四条河流经过 到了元明时期 虽然开封不再是首都 但仍是北方的重要城市 开封的繁华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自身的水路运输 采明朝统治的墨西 由于各方面问题的大爆发 明朝内部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随着农民起义军的发展 李自成和张献忠逐步成为了起义军的首领 公元1640年 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下了河南西部的陆阳 杀掉了崇祯皇帝的叔叔父王 正是在占据河南西部期间 李自成的军队逐步开始正规化 战斗力大大增强 开始能够与明朝军队正面较量 占领了河南西部之后 李自成的军队开始进攻河南的中东部地区 曾经先后两次进攻河南省会开封 但都没有成功 到了公元1642年 李自成第三次进攻开封城 明朝的周王被分封在开封城 为了避免自己也和福王一样的下场 周王拿出了自己的家底招斧撞钉 抵御农民军的进攻 农民军的进攻非常的不顺利 连李自成被人也被守军射了一箭 在九宫不下的局面下 李自成决定包围开封城 必用长期的围困 迫使开封城内的军民投降 开封是北方地区的重要城市 明朝高层非常重视开封 如果开封失守 李自成的军队很有可能进入河北境内 因此崇祯皇帝命令湖北和江淮地区的各路明军增援开封 二 李自成击败了明朝军队的十八万援兵 为了增援开封城 明朝方面下了血本 崇祯皇帝集结了十八万军队 增援开封城 不过 这十八万军队来自于各个地区 各部队之间没有统一的指挥 在这些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是左良域的部队 明朝军队以十分松散的状态 逐度向开封靠近 李自成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达知明朝军队即将到来 李自成留下少量部分军队继续包围开封 自己率领主力部队迎战 双方在开封城南边的朱仙镇爆发了激战 就是当年岳飞将军大破金兵的地方 虽然明朝军队的数量要高于农民军 但各路明军相互推诿 都希望有军冲在前边 最后 李自成抢先发动进攻 主要打击明军中力量最强的左良域部 在农民军的进攻下 左良域的部队迅速战败 开始向南逃窜 这引发了明朝军队的大溃败 各路明军都开始逃跑 农民军趁机开始了乘胜追击 在这次战役中 农民军缴获了大量的生活物资 继续围困开封的底气更足 几万名朝官兵向农民军投降 这进一步加强了农民军的实力 由于援军被农民军击败 开封城内的明军丧失了万元 此时 开封城内的周王和其他的明朝官员开始商议对策 最终 明朝官员想到了以水带兵的办法 在1642年的9月 明朝官员派遣官兵 挖开了黄河诸家摘断地黄河大地 滚滚的黄河水 确实淹没了一部分农民军官兵 但同时也淹没了宏伟的开封城 由于没有通知百姓们 这对普通百姓来说是一次 空前的浩劫 由于正值秋天 黄河的水流量很大 黄河水间没了开封城 整个开封城 就只能看到中古楼和周王府的大门 其余地方都是一片德国 是于周王和明朝官员们 已经乘坐船只撤退 三 这次人为的水灾 直接摧毁了开封的水路运输网 这次由明朝官员们 一手谋划的水灾 直接葬送了开封的水路运输网络 由于开封城已经被淹没 李自成放弃了占领开封的计划 率领军队撤回了河南地西部地区 由于成功的利用洪水 淹没了部分农民军 涉及此事的明朝官员 都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嘉奖 后来发现开封城的府库还没有被毁 崇祯皇帝还命令官兵前往开封打捞财物 经历了这次浩劫之后 开封城的人口只剩下了两万多人 大量的无辜百姓死亡 由于水灾的严重影响 开封所依靠的四条河流全部被波及 引以为澳的水路运输网络不复存在 在清朝入关之后 虽然开封仍是河南的省会 但是地位已经大不如前 由于水网的优势已经丧失 在近代历史上 开封的发展非常迟缓 省会的地位 最终被后来居上的郑州所取代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